即民宅宛如坐電梯一般 一樓直接塌陷 变成B1 惊悚瞬間下壞住戶 只見坍塌瞬間天窯地洞 窗戶啪一聲 彷彿紙片扭曲一團 重擊地面 在屋內都聽得到 然後機梯的主任 有聽到說 人趕快下來 趕快下來 趕快舒散 房子要倒了 北市中山區 大直街連動的六座大樓 7號晚間8點多傾斜坍塌 其中一棟甚至直接下陷 一樓慘消失 不只瓷磚崩落 鐵窗變形 房子裡的牆壁也列出長長縫隙 外頭門框整個被擠歪 住戶驚嚇逃生 聽到一聲巨響 然後大樓震動了一下 在兩個多月前 不斷地反映說不影響結構 建設公司不負責任 欺瞞我們的住戶 民宅傾斜 從空拍來看 出世的基態建設工地 疑似新建時沒有灌水 連續必折斷釀貨 目前包括大直街 大直街84項 94項三弄到大直街124項 都做了交通管制 住戶更指出 旁邊還有一個 聖德福建設的工地 兩地同時施工夾擊 該負起的責任 就必須要負起 我們也一定會協助住戶 不只是相關的安置 後續的求償 以及拆除重建 我們一定全力來協助 蔣萬安強調 監管處在四五月時 收到住戶申訴 都有依規定本理 目前緊急疏散了157戶 329人安置旅館 持續固然將回填平衡壓力 建設出包 也將盡力協助居民求償 記者中程良 洪玉蘭 特別報導